中聯辦主任助理黃餘登提醒年輕人要分清社會上就政改問題不同的言論, 哪些是香花,哪些是毒草。 他又指,香港現在出現的政治燈爭是西方殖民主義一早部署好,扶植代理人挑起的。 兩例相報道。 黃餘登說,近期的政治爭辯是西方殖民主義撤出香港之前已經部署。 正如對待其他殖民地一樣,英國一下子為香港引入民主。 引起日後的動盪。 挑起,有發這個政爭,從內部對市民進行分化,在社會上造成派別臨立, 你爭我奪,弄得社會亂糟糟,在混亂中就扶植他的代理人,保持宗主國的政治影響。 不過他不肯點名,誰是他所講的代理人。 他提醒香港年青人要分清真偽。 他分清楚真、假、善、惡、香花、毒草,就不止於被一些奇談、怪論所迷惑。 不止於被一些美麗的動人的詞彙所欺騙。 他認為近日英美官員做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說三道四。 質疑對方是否真是關心香港的民主發展。 謝謝你,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